吃不吃得起的问题之外呢 当然我们要求的是还是要吃得好 特别是孩子们吃什么 这是我们所关注的 那么今天的晚报风云故事 我们就来看营养午餐 在过去一年当中发生了许多的弊端 教育部从去年底开始严理一种 采购定型化契约 在最近公告出炉了 要求各县市的学校营养午餐 要比照契约当中的祭典标准 也就说凡是发生了菜虫蟑螂 计一到五点 如果是食物中毒的话 计十点暂停公餐 如果累计到了二十点 学校就必须要立刻跟业者解约 小朋友营养午餐 闭案不断 有脏东西出现的案例 更是层出不穷 教育部为了加强品质控管 决定推出祭典制度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要不然的话之前 不管好像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没有办法解决契约的问题 谁来去做这种监督 谁去做这种执行 那到底执行是不是严格 那学校会不会把事情cover下来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吧 所谓的采购定型化契约 内容包括 营养午餐业者如果早到 迟到十分钟都会记一点 发现菜虫小强金属实力 大肠杆菌防腐剂等等 夹记五点 如果有农药或是动物用药残留 或是两人以上的食物中毒 记十点 而且必须暂停公餐 要是累积到二十点就会解约 你如果像那个太重的其他的东西 你不是认为的东西 如果记点不公平的 交易部表示 各县市合约到期日都不一样 下次签新合约时就可以上路 只不过记点规范 仅供参考 没有强制性 到底帮忙把关的实质 约束力有多少 还有待考验 中间新闻薛雪华 言听台北采访报道